MAYBELINE的底妝一解FIT ME粉底液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MAYBELINE他們家的底妝一解FIT ME粉底液 我會上在臉上 然後我也會實測給大家看妝感 然後因為有沒有發現 背景不同 因為我現在人在曼谷 所以我覺得泰國曼谷是一個非常好實測的地方 因為它跟台灣的夏天其實很像 就是很潮濕 然後溫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這邊實測我覺得很殘忍 可是非常血淋淋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這款粉底液我使用的是115號 而且我昨天跟我第一女朋友 因為他有跟我們一起來曼谷 他就說他也是用FIT ME粉底液 其實我蠻嚇一跳的 因為我說我明天就是要錄他的實測 我覺得美中不足的一點就是 你看有沒有發現他沒有鴨頭 所以都要先倒在手上 所以大家在倒的時候啊 就倒一點點 然後快要你覺得OK的時候 稍微旋轉一下 就有點像我們在倒那個甜辣醬或是番茄醬 那我先上一半的臉給大家看 然後平常我習慣是用沾濕的美妝蛋拍開 因為我覺得那樣子的妝感啊更輕透 建議先這樣用手均勻的稍微塗開 然後再用美妝蛋把它拍均勻 美妝蛋它其實有個缺點是它很吸那個粉底液 你直接就拍開的話它就會太過輕透 它這款的遮瑕算是我覺得還不錯 中上的那一種 可是也不會有厚重感 或是那種很難看的面具感 因為我發現普遍泰國女生的底妝啊 你蠻容易看得出來它有畫底妝 它跟韓國跟日本比較不一樣 就是走一種輕透它不是喔 它是比較厚重 我在想啊可能是不是因為這邊比較悶熱 如果要很持妝的話可能妝感也要厚一點 對我應該可以錄像推銷給曼谷的女生 就是它可以很輕透 然後又可以很持妝 而且遮瑕也不錯 上好半邊臉之後給大家看 好這邊是沒有上妝 然後這邊是有上妝 光是在臉頰這邊 雖然我的毛孔不是說特別明顯 可是我自己我覺得皮膚上面的缺陷就是 臉頰稍微有一點點的毛孔 像檸檬有沒有發現 可是上完妝之後啊 它其實基本上浮平了 然後我下巴這邊有個疤 然後這一邊是大概上上禮拜的痘痘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遮瑕可不可以把它遮掉 整個臉上完之後現在的妝感是這樣 真的就是完全霧面 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光澤感 可是我很喜歡這種妝感 就是柔霧柔霧的感覺 有沒有發現毛孔真的就浮平了 而且很輕透 跟我的脖子之間並沒有太多的差異 這款的Fit Me粉底液它去年第一次在台灣上市的時候 只有限定保牙有 可是現在各大通路都有了 唯一不同的就是各大通路是有六色 然後保牙它也是齊全的八個顏色 分別是230跟310 所以如果你是皮膚比較有惠的女生啊 或者是你想要買深色粉底液做修容的話 建議還是可以去保牙看看 接下來就是進入遮瑕的部分 遮瑕膏當然就是這一款Fit Me的遮瑕膏 這也是列入在我去年不知道哪一月的愛用品 非常好用 然後包括我上次去小凱老師家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自己有沒有很喜歡用遮瑕膏 然後他就說 喔我覺得Maybelline Fit Me不錯 我就哇 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用一下 如果你還沒有用過的話 我會先用深一點點的顏色 而且這個顏色還有一點點偏橘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遮瑕屬於中間 然後非常好推開 完全不會卡粉 我一樣也是會先用手指點點點 接下來用沾濕的美妝蛋把它拍均勻 你有沒有發現就有一條比較淺 雖然還是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可以再上一層 因為這個是真的很保濕 然後不卡粉 接下來我會用10號這個顏色 比較亮一點點 再眼下提亮 再來進入定妝的步驟 通常在台灣秋冬的時候 我用Fit Me的粉底液不會定妝 可是在泰國的話 我們就來定一下 這個是用Fit Me的反孔特務蜜粉餅 我的粉底液色號是115 然後建議搭配蜜粉餅的色號是220 然後這款非常方便 就是你外出的時候也可以用來補妝 因為你看這邊是粉餅 然後上面就是鏡子 跟有一個Q彈的粉撲 不過我平常定妝的時候 我還是習慣用刷子 就是比較少量 然後還是喜歡清透一點點 然後把一點點粉敲開之後呢 就定妝在T字部位 然後還有眼下 額頭也要來一下 你知道這個天氣真的很熱 超級容易你出去可能10分鐘不到啊 瀏海就變成像米粉一樣一絲一絲 你會發現就算我定妝在這邊 它也不會有什麼粉感 而且反而還更霧面喔 我覺得更好看耶 很漂亮的柔霧感 但是妝感也不會特別重 好所以我已經完妝了 現在的時間是10點21 然後給你們看溫度喔 超熱的 31度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是朝霹夜河的大皇宮 所以我也會順便VLOG給大家看 然後一邊實測 那我們就出門吧 現在的時間是11點47 然後我現在在第九碼頭 現在的妝改 是這樣 拉鏡給大家看 其實我有流汗 因為今天真的非常熱 而且悶悶的 就整體的妝感其實維持的都還不錯 我現在是帶妝一個多小時的狀況 現在時間是12點半 非常熱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瀏海 我已經讓它就是任意即興發揮 然後穩度是 一樣 31 然後目前的妝改就是這樣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沒什麼變化 你看連我的腮紅都還在 我是腮紅Ether 我的腮紅都還在 代表妝幾乎沒有什麼脫 然後鼻翼這邊 沒有出太多的油 微微色 有一點點汗 然後遮瑕也沒有掉 這邊有一點點稍微積線 可是這邊還好 我這邊上的粉比較厚 整體跟剛剛維持的一樣 大概還有9.5層都還在 真的好熱 大皇宮逛完了 然後我發現 很奇怪的是 我上次來的時候 可以走到那個廟的上面 然後可以去看啊 然後看更多細節 可是這一次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觀光客 比較多的關係 它不開放 可是每次看還是會覺得很震驚 因為真的很漂亮 我們在等車 我爸媽他們先回飯店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Serene 推薦我的一個百貨公司 叫M48 然後在等車 找超久 終於找到了 耶 現在的時間是 6點54分 快要7點 然後帶妝 七八個小時 我是覺得 眼圈的部分是脫的最明顯 然後這個通常也都是 我每次上底妝 最容易脫妝的地方 它大概只剩下5層左右 可是其他的 都很好 腮紅掉了一點 可是毛孔 還是沒有很明顯 然後鼻翼這邊 也沒有什麼鼻翼卡粉 或是露出 很醜的白芝麻 都沒有 目前我覺得整體的妝感 大概還有6層 到7層 我現在在捷運站等我媽 還有我爸他們 因為他們要來跟我們 在拉茶達夜市會合 第二次來拉茶達 因為我很想要吃那個船麵 這個超好吃 超好吃 這個啊 超好吃 然後我剛剛就直接買一盒 是12包 然後是51塊 嗨 我回到家了 現在的時間是 10點半 剛好上妝12個小時耶 然後我來跟大家更新一下 目前的妝感 我覺得妝感跟我上一次更新一樣 就是它大概是六七層都還在 然後眼圈這邊拖得比較誇張 毛孔的部分啊 我覺得只有大概掉一兩層耶 然後整個的妝感沒有脫妝沒有暗沉 我覺得反而有一點點奶油肌的感覺 因為流了汗 然後跟那個霧面的妝感融合之後啊 就變得有一點奶油感 我就覺得那樣子的妝感其實也滿漂亮的 我覺得除了眼睛脫妝比較明顯一些 其他都沒有 而且我當中都沒有補妝 所以我就覺得用下來 跟我之前在試用的那將近一個月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台灣很悶熱的天氣使用 然後我覺得Fit Me的這款粉底液 也有別於開架一般 可能只有少少的三個顏色 它全省的通路有六個顏色 然後保雅特別還有八個顏色 所以如果你對這款Fit Me粉底液非常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喔 真的超級累的 我今天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 因為我腳底很痠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或者是如果你對這款粉底液非常有興趣 也都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討論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